- How'd you do today? How'd you doing today? I know the secret place. - Your recipe,來電20. 歡迎來到來電20,你是- 維珍- 我是- 小郭- 你是- いただきます,我是維珍 - いただきます,有點情色吧,用在這裡,因為是開動囉,請問你要聽眾對你開動什麼? 大家看到你整個動不了,因為是冰霜美人,動不了這樣可以嗎? - 就是想講一句日文而已啦,講一句日文也講- 維珍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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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醜嗎? - 不是醜,是醜女,不好意思喔,其實我們的聽眾都不會有維珍, - 都是美麗的女人,今天我們要講的為什麼講那麼多日文? - 是啊,因為今天的這個主題呢,跟日本的戲劇是完全相關的 - 我們最近啊,韓劇追得很累之外,日本劇是不是也要來複習一下? - 而且最近流行到日本去什麼北海道泡湯嗎? - 真的,而且流行來去鄉下住一晚 - 那我想去小琉球住一晚,有沒有聽眾在小琉球的讓我住一晚好不好? - 北海道比較貴一點 - 你太過分,你現在講中文你想要日本聽眾讓你去住一晚嗎? - 你至少要流利的日文吧? - 那就是要看一下東京琴色拍,不知道? - 我覺得來去高雄住一晚也不錯啊,來去維珍家住一晚 - 來去南投住一晚也不錯啊 - 來去高雄住一晚的時候,高雄如果要去住一晚有什麼特色風情小吃要推薦小瓜? - 高雄喔,這個小吃當然很多人都知道要去瑞峰夜市嘛 - 不是六合夜市喔 - 六合夜市是給國際觀光客的 - 那是像我這麼International喔 - 我覺得很恐怖的,現在瑞峰夜市裡面全部都是外地來的 - 真的喔? - 難怪我朋友在Facebook上面貼啊,也都說他們去高雄只去了瑞峰夜市 - 對,但是我們高雄在地人通常是不去的 - 因為人太多 - 了解了,想知道最在地的情報加我們的Facebook混事業就沒有錯啦 - 不過值得一去啦齁,但是今天的主題呢是日劇 - 而且是非常經典的日劇 - 等於說呢這個早在韓劇進來台灣之前 - 這個最起始的十足的幾部戲 - 沒錯,經典日劇PK賽,我們的PK又來了喔 - 東京愛情故事VS101次求婚 - 哇,真的是整個配套都很完整耶 - 因為呢這個說到這兩部作品啦 - 馬上心裡就想起了主題曲 - Say Yes - 或是東京愛情故事也是啦 - 對啊,突然的愛情故事 - 小田和正嘛對不對 - 一個是恰克與飛鳥,一個是小田和正啊 - 而且他們的歌曲啊 - 就是因為搭配了這個劇本來就很好聽 - 而且都賣超過兩百萬張 - 哇 - 一個賣兩百五十萬,一個賣兩百七十萬 - 而且都是單曲而已喔 - 嗯,不過這兩組人其實原本在日本也就是屬於長老級的人物就是 - 你看那時候世道多好 - 現在賣到二十萬張已經不錯啦 - 真的,而且那個年代出生的朋友現在都已經上高中了 - 所以來電二十的聽眾朋友,你不要覺得我們非常非常年輕 - 小光是很年輕沒錯 - 但是我們也會服務像維珍那樣年紀的聽眾 - 也就是你們 - 不要這麼說,我們是從很小就開始當電視迷的 - 是在搶保中就開始看音樂 - 搶保咧 - 那時候指尿布都已經出來了,搶保 - 你不是用布包的喔 - 小時候其實我們是用布包的啦 - 你是穿開單褲的 - 我沒有穿過開單褲 - 怎麼會彈到這個 - 《101次求婚》先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- 她故事超美的 - 是,而且是一個美女 - 等於是美女與野獸的故事 - 對,在這部戲即將開拍的時候呢 - 其實男主角是五田鐵屎 - 她自己都非常吃驚 - 她說為什麼美女會搭上我這個老土男星呢 - 她自己這麼覺得耶 - 其實看著戲的故事還知道 - 一定要這麼老土男星才可以 - 一定要,而且你會覺得他們絕配而且超搭 - 真的,因為五田鐵屎以前演的最出名的戲 - 是金巴先生系列嘛 - 就是一個非常的忠厚老師 - 但是呢有教育熱忱的老師 - 熱血老師 - 對,那其實蚊子呢 - 等於是說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 - 戲職美女啦 - 戲職美女 - 兩位前野都很有名 - 所以他們現在都演媽媽的角色 - 年紀也到媽媽啦 - 對,但那時候的那個前野蚊子真的留著長長直直的頭髮 - 戲職女心耶 - 霧霧萌萌的眼睛 - 你就覺得美 - 我就覺得美 - 而且那時候很多像我那個念國中的同學們 - 就想要留那樣的長髮 - 但是那時候有髮鏡所以沒有辦法 - 所以你現在講到的是101次求婚嘛對不對 - 她是1991年的7月到9月演的 - 而且據說是月久是不是 - 是月久 - 對,是月久 - 這些戲都是月久啦 - 就是最紅的連續劇 - 黃金檔 - 月久就是禮拜一晚上的9點 - 不是月演月久 - 也不是一個月演一次啊 - 對,101次求婚就演12集而已 - 月久 - 你最近聽到月久 - 你應該會想到那個林志玲 - 跟牧村托爾在那部戲也是月久 - 就表示強檔才會放在月久 - 表示時代變了 - 收視率的表現也變了 - 對 101次求婚前野加上五天的合作 - 在最後達到了36.7的高收視率 - 表示日本有三分之一的人同時打開電視在看 - 她故事到底是怎樣這麼揪著人啊 - 而且在日本其實他們電視的選擇也蠻多的 - 居然有這樣子揪人的揪心的故事在當中 -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醜的男子 - 然後呢他每次去相親都被打槍 - 雖然他很誠懇 - 但也因為誠懇 - 或日本女性可能追逐的這個三高條件就不一樣嘛 - 所以呢他就覺得一直受挫一直受挫 - 可是呢他這個後來遇到這一個前野瘟子呢 - 也是他的相親對象 - 喔他真的對他就一見鍾情 - 對而且呢前野瘟子呢 - 是他第100個求婚的人 - 可是失敗了 - 他前面99次都失敗 - 第100次也失敗 - 他要再燃起自己的信心 - 追求他101次 - 對可是101次的結尾有反轉的感覺 - 而且這是劇中所以待會才來講 - 因為非常非常的感動 - 但是呢這個完全是天差地別生活啊 - 一個跟弟弟住在一起 - 然後感覺上已經是中年人的男性 - 跟一個呢其實是學古典音樂 - 他的主修樂器是大提琴非常有氣質的女性 - 然後我知道那時候很多人看完這部戲 - 都跑去學大提琴 - 後來發現腳開開其實還是 - 也是氣質會跑掉 - 除非你有像前野瘟子那樣子天生的氣質 - 真的 - 不然就會腳開開夾大提琴 - 就沒那麼美就對了 - 對而且這一個女性她有非常淒美的過去的感情故事 - 就是她在她的這個要訂婚結婚那個時候 - 她的未婚夫因為意外而過世 - 所以她一直不能忘記她那個非常帥 - 而且有真感情的未婚夫 - 現在出現這樣子的男子她怎麼會接受呢 - 對而且差很多 - 等於是古典音樂家搭配上一個中小企業的上班族 - 一般的上班族 - 所以大家都想要看說怎麼樣子努力 - 這樣上班族怎麼努力可以贏到古典美女的心 - 是 不過在中間當然一開始呢 - 這個武田貼士被打槍習慣了嘛 - 所以呢她還是覺得自己應該不太可能 - 但是兩個人就不時之間會遇到對方這樣子 - 那武田貼士因為喜歡前野瘟子 - 她還是會默默付出自己的關心 - 所以前野瘟子就是有慢慢的被她的柔情公式所融化 - 但是她還是在這時候她還是沒有真心的愛上她 - 而且裡面的台詞有些真的是超級經典 - 讓你永遠會記得 - 而且那時候日本的綜藝節目很愛模仿這些台詞 - 沒錯 - 就是我一定不會死 - 我一定不會死 - 因為我愛你 - 我喜歡你 - 我會給你幸福 - 而且這個還要搭配那個場景 - 就是男主角呢 - 因為那個女主角就說 - 哎呀我不要再遇到這樣子這個什麼我喜歡的人死掉的事情 - 男主角就說 - 我給你保證我絕對不會死 - 她就不不不不不不 - 就衝到一台車前面 - 我當時是心裡這樣想 - 我覺得她旁邊應該打出一句小朋友不要模仿 - 而她就跑到了大馬路中間 - 然後大卡車這樣開過來 - 然後就停在她的前面 - 然後就講出經典台詞 - 也被選為當年也就是1991年日本流行語的金賞 - 真的 - 而且這一段就是常被綜藝節目拿來搞笑的一個片段 - 在2010年的SMAP乘以SMAP當中 - 他們兩個20年後又再複合了 - 然後再重演這個橋段 - 也是很經典 - 而且富士的50週年慶台慶的時候回顧以往的作品 - 其實這部戲也是一個重點的回顧作品 - 因為她的收視率很好 - 而且帶動了很多所謂的純愛三部曲裡面 - 相當重要的一部 - 因為她是純愛三部曲裡面的第三部嘛 - 而且中間那個站在大卡車前面說 - 我一定不會死的這個橋段 - 就是製作人大多亮自己的親身故事 - 她說的不知道是不是為了自己加分啊 - 可是她說她當初衝出去的時候是計程車 - 她拍成劇的時候她也把她誇張化變成大卡車 - 那個音牌的效果衝擊力有多大 - 而且如果大家知道大多亮跟一些女星的故事 - 你就知道她是一個多情有餘但是專情不足的 - 應該是浪漫而且文采足夠的男子 - 對啦 可以這樣子說啦 - 所以大家也對她非常的 - 其實她在戲劇啊各方面的表現也都很不錯 - 算是很有文采的一個人 - 可是裡面看到很糾結的就是女主角 - 其實雖然好像最後慢慢願意跟她在一起 - 但是有一點好像說你對我這麼好 - 我是不是應該要給你回饋 - 或是說我自己也很孤單希望找一個伴 - 所以一直沒有真實的愛上男主角 - 尤其在這個關鍵時刻呢 - 出現了一個長得跟她未分夫幾乎一模一樣的男性 - 在追求她 - 很糾結啦 - 對 - 所以小光跟維珍就是跟你說定要找出來看一看 - 對 看一看二十年前 - 真的是二十年前啊 - 而且那時候秦也文子 - 你看大家現在都是她演媽媽的印象 - 那個時候她的那個清純美麗的樣子 - 然後就默默的無聲的流著眼淚 - 我覺得真的像以前更早期窮瑤小說裡面女主角的感覺 - 就是感動兩個字 - 太感動了 - 我結局要這時候講嗎還是待會一起講 - 結局我就覺得讓大家自己去看電視再講 - 反正是個反轉就對了 - 反轉啊 - 也算是有小透露啦 - 那真愛三部曲裡面的第二部呢 - 就是大家熟悉的東京愛情故事 - 好不好看 - 好氣 - 你在氣什麼 - 你是氣它更短是不是 - 它只有十一集而已 - 我氣這個 - 不出了這麼多的真情啊 - 結果換成絕情 - 真心換絕情 - 怎麼會這樣 - 這是柴門文的漫畫改編嘛 - 柴門文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漫畫家 - 而且描寫女性的心理呢 - 的確是一把一的交易 - 而且它描寫很多就是真的有正當職業 - 然後真的會過一般的生活 - 就是讓你感覺到 - 其實是我們周遭都會遇到的一些 - 這個上班族或是一般人的愛情故事 - 那也因為看了這個東京愛情故事的結局 - 讓很多人以後對看柴門文的戲 - 會有種心理障礙 - 會覺得我這樣融入了之後 - 會不會換來一個苦果 - 真的 - 會不會氣得垂桌子這樣子 - 不過後來其實在愛情白皮書之類 - 也是柴門文的作品 - 其實就有感覺到 - 其實柴門文在不同的作品裡 - 有不同的安排 - 他的安排都讓他成為經典也是不容易 - 它裡面也是純愛到不行 - 男女主角討喜到不行 - 而且我覺得那個時代的日劇 - 你一直說那個時代好像跟你有脫節 - 也不過二十年前 - 那個時候請問您貴庚呢 - 我就是說過您國中了 - 剛剛進國中了 - 我那時候兩歲 - 兩歲喔 - 是兩歲 - 你蠟燭硬要插兩隻不代表就兩歲好不好 - 對我覺得那時候的日劇 - 其實出現比較多的經典劇 - 因為這個打造了這個整個的劇作家的背後 - 然後他們這個整個團隊的運作 - 然後到他們對於時代的一些體驗跟考究 - 我覺得是比現在的日劇 - 其實我反而覺得那時候的比較精準一點 - 其實那時候的日劇 - 其實我們有韓劇追追追這個單元 - 我們在看韓劇一些受歡迎它的元素 - 感覺二十年前日劇 - 這些元素其實蠻齊全的齁 - 就讓你覺得說有融入劇情 - 它整個故事也很流暢 - 而且它是大製作在做的 - 那時候東京愛情故事它的slogan - 海報一貼出來只有東京的夜景 - 他說在東京任何人都是愛情故事的主角 - 到長野就不一定了是不是 - 所以所有人一看到都覺得 - 哇,你看你把東京改掉 - 在台北任何人都是愛情故事的主角 - 那我再改改看好不好 - 好啊 - 在山林縣 - 也很美啊 - 也很美啊 - 也很美,讓我想到阿興 - 就是感覺好像有觸動到 - 每個人心裡的故事 - 尤其以都會來講 - 每個人心裡都是寂寞孤單的 - 因為對於愛情有渴望 - 但是呢又有一種冷漠的這種面罩罩的自己 - 所以不一定能夠去談到一段 - 讓自己刻骨銘心的感情 - 可是東京愛情故事就是說到一個女性 - 她勇往之前 - 而且她不管在工作或感情都很勇敢 - 不管結局如何 - 但是她都找到了一股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- 沒錯,而且林木寶奈美加上枝田玉二 - 因為當時金銅玉女的組合 - 真讓她覺得配到了一個最高點 - 而且如果那時候跟我們這樣著迷的朋友 - 永遠會記得那個配音的呢 - 其實是敖兵馨 - 也就是這個蠻知名的廣播主持人 - 沒錯 - 我現在已經移民到美國去了 - 然後那時候她的配音就是很喜歡叫著 - 丸子 - 我還記得是在衛視中文台 - 是的 - 衛視中文台開台的大事 - 甚至我有朋友入迷到 - 把她的店名取作赤名立香 - 就是你主角的名字 - 我說那我對面要開一家男裝 - 都是不是就要叫玩智 - 一定要叫玩智啊 - 是啊 - 跟大家來講一下這個完美故事 - 它的這個架構到底怎麼樣 - 它怎麼樣引人入身 - 因為我們的聽眾 - 來電的聽眾有些很癢 - 有些只有15歲 - 有些25歲 - 有些35、45、55的都有 - 喔真的 - 我覺得第一個是 - 因為那時候台灣大概在90年代初期 - 也是遇到了那種上班族女性 - 就是說更現代化的一種生活 - 就是你糾結在上班 - 然後跟感情之間的平衡 - 而且在都會當中的生活 - 種種的問題 - 個人的心情的問題 - 都已經引發出來了 - 那其實通常來講 - 日本其實是走在 - 比台灣趨勢更前面一點 - 更前面 - 所以他這時候搬來台灣演出 - 剛好恰好的打仲 - 那個時候的都會男女的心情故事 - 所以他提到的是一個 - 在上班的場域當中 - 然後這個女主角見到了 - 完全是自己的菜的這個玩具 -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 - 把這兩部經典日劇拿出來PK - 東京愛情故事VS1014求婚 - 其實這故事出來的時候 - 都是在昭和年間 - 但是現在日本已經是平成年間了 - 但是他們搬上電視螢幕的時候 - 都是平成 - 平成的三年也就是1991年 - 二十年前民國八十年 - 民國八十年的時候 - 其實他們在戲劇的表現已經非常非常成熟 - 而且這樣奠定了純愛連續劇的基礎 - 讓大家好像對愛情的感覺說 - 原來在繁雜的社會當中 - 也有一絲絲這種純真愛情的感動這樣子 - 而且這兩部戲PK的一個非常適合的地方 - 是除了他們都講到了這個 - 差不多年代的故事的情節 - 以1014求婚來講 - 它是一個你覺得在現實生活當中 - 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- 這麼醜的男性配上這麼美的女性 - 而且工作這麼懸殊 - 但是他們找到了真的真愛 - 就走一種set tone對不對 - 女主角是很悲痛的 - 而且他們又不配的 - 就是整個很set的感覺 - 要給你一個完美的結果 - 可是東京愛情故事剛好是相反面 - 是happy的 - 在一種我們可能在任何的工作場域 - 都會遇到的一些感情的狀況 - 可是呢 - 它也可以找到讓你非常極致的對愛的感覺 - 而且女主角剛好跟1014求婚是相反 - 她是一個很樂觀 - 很開朗 - 什麼事都敢勇往去衝 - 然後去追尋自己的很happy的感覺 - 但是不一定能得到最美的結果 - 但從那時候就開始穿風衣的這個 - 東京愛情故事的男主角 - 知田育二的確也帶起了這個風衣的流行 - 而且即使當時台灣很熱 - 還是有很多男生跑去買那樣的風衣 - 一定要的啊 - 而且是知名B牌的為最美 - 可是我覺得她那時候 - 知田育二這個角色的塑造 - 就有點現在草石男的味道了 - 就是個性其實比較弱一點 - 比較沒有主見 - 是 游移在兩個女孩中間對不對 - 對 - 感覺這樣子的感覺 - 讓人家覺得不是那麼那麼的討論起法 - 真的我覺得氣人就是這裡 - 他們兩個女主角在拉扯她 - 事實上是自己下不了決定 - 你這個男人都敢敲醒她 - 你現在還可以寫信去給知田育二 - 而且沒事來養別人的小孩要幹嘛 - 對啊 - 在東京任何人都是愛情故事的主角 - 其實我覺得她這部戲裡面 - 真的讓人家感覺到 - 看了這部戲很想要有談戀愛的衝動對不對 - 可是我覺得東京愛情故事 - 其實給大家一個對愛情的定義 - 尤其走過感情的人啊 - 你會發現 - 對你來講擁有一段愛情的價值是什麼 - 是最後跟那個人在一起嗎 - 還是在你的心裡面留下永生難忘的回憶 - 那個人是沒有辦法有別人可以取代的 - 雖然那個人可能是草食男啊 - 也去養別人的小孩之類的 - 可是愛情是沒有辦法 - 有時候愛情是很盲目的嘛 - 對不對 - 因為愛情盲目 - 所以我們的真愛情我們才受歡迎啊 - 我們才有機可乘跟大家宣傳一下啊 - 而且有時候就是最後我覺得 - 才滿問她的寫實主意是在這裡 - 你會發現有很多的事情的牽制的狀況 - 不一定讓你能夠得到最終那個美好的結果就是了 - 而且才能門文其實在剛開始的時候 - 要拍成電視劇的時候 - 她自己心裡就已經有藝術的男女主角 - 她希望男主角呢是像內村光良 - 啊小內啊 - 就是以前火焰挑戰者 - 小內以小男那個小內有沒有 - 對 - 就看起來很溫 - 然後很木納 - 她也演過日劇叫浪漫八世戰 - 是跟泛島之子 - 對然後看起來就是笑臉贏人這樣 - 好像沒有什麼個性的這樣 - 其實這個設定是對的 - 完全正確的 - 她希望女主角是小泉金日子 - 哇也是在80年代最走紅 - 而且最多人覺得是這個最佳的女朋友的 - 這個人選的一個女主角 - 沒錯其實我覺得真的作者就是作者 - 她的確對她自己底下的這個角色 - 有很精確的設定 - 的確你就會想到的確是這樣的人 - 不過沒有想到後來換成了 - 芝田育兒跟林木寶奈美 - 讓他們兩個的演藝生涯 - 從此之後就大放異彩 - 芝田育兒一直紅到現在都還是 - 那林木寶奈美一直都是一姐 - 只是她的作品比較少 - 而且不甩定綠生的小孩 - 因為她很吸引 - 而且不甩定綠生的小孩 - 愛惜自己的羽毛 - 但是她現在再出來 - 還是非常非常有號召力 - 我覺得這是在日本的演藝界 - 比較少見的例子 - 就是說你一紅可以跨時代 - 真的是不容易 - 而且當時跟芝田育兒 - 她這個等於說是當時也被形容是平成玉三家的其他兩位 - 都已經這個沒有辦法再演主角了 - 真是沒有辦法再演戲了 - 可是之前玉顏還是主角喔 - 包含了家世大洲嘛 - 還有吉田荣作 - 沒錯 - 他們還是有戲劇的表現 - 可是真的可能都是綠草的角色 - 我是覺得這樣也很不錯 - 因為把機會讓給別人嘛 - 因為他們也光鮮過啊 - 沒錯 - 這兩部戲應該都說是 - 你對愛情的某一種看法 - 讓他把他極致做表現 - 讓你這個看完之後真的也會有想要戀愛的感覺 - 小光跟維珍真的要在來電20今天這一集跟你說 - 這兩部劇你真的必須把它找出來看一看 - 你才能知道小光跟維珍要跟你說些什麼 - 因為隔了20年 - 我們還會想拿出來跟大家討論 - 你知道一個東西或一個便當放了20年之後 - 它會吵孫 - 可是這改變最大的什麼你知道嗎 - 現在提到101都想到那一座大樓 - 以前講101會想到一隻求婚吧 - 很不一樣 - 我現在看到101大樓就會想到101次求婚 - Say yes - 很不一樣 - 而且看了那時候的戲你才會知道為什麼日劇 - 能夠在當時台灣會造成一種風行的狀態 - 而且在全亞洲其實東京愛情故事啊 - 在美國也上演過 - 而且下面打上了英文字 - 聽說收視率也還不錯 - 而且101次求婚後來也有重新再拍攝過 - 韓劇的版本就是了 - 對就是好的故事其實是會不斷的被大家拿出來做一個新的題材 - 希望大家延續這樣的精神 - 來第二十只要有感動小光或是維珍的東西 - 想跟你討論的話 - 禮拜二禮拜五呢 - 一定會隨時的出現 - 跟你分享一下 - 如果你覺得生活很無聊的話 - 你真的要記得打開我們的官網 - 點一下看這個禮拜最新的是什麼 - 跟我們分享一下嘛 - 下面留言一下也可以啊 - 那你這禮拜有什麼想跟大家分享的嗎維珍 - 這一禮拜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真的有空的話呢 - 多多去看戲 - 看戲 - 你說舞台劇還是電影 - 不管是舞台劇或電影呢 - 因為可能喜歡看戲的朋友都知道吧 - 就是你會沉入到那個戲當中 - 甚至覺得自己就是劇中的 - 主角對不對 - 不是主角在旁邊路過在看他們的事情 - 那你還比較謙虛一點 - 比較進去一點點就是了 - 有不同的感受啦 - 然後可以脫離你對於現實生活的一些不如意的狀況 - 或忘掉一些現實生活的問題 - 有些聽眾在聽來電20的時候 - 或許他會留言 - 或許他會跟小光說 - 其實他的感情上面不是那麼順遂 - 可是我覺得你看了這兩部劇 - 你對愛情的一個定義 - 你會有一些比較深刻的感覺 - 一定會的 - 這兩部劇之所以成經典 - 它在愛情上面的詮釋真的是功力無窮 - 得看一看真的跟有些韓劇 - 我們沒選到的那些真的差很多 - 不過我就曾經說過嘛 - 現代人很奇怪 - 其實為什麼這個愛情歌曲 - 然後愛情的戲劇 - 永遠都可以這麼流行 - 其實它代表一個意義是說 - 大家其實都還在尋求真愛 - 可是你說 - 問每一個人說你相不相信真愛 - 好像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得到 - 但是相信的人又很少 - 但是憑著一股傻勁嘛 - 去看這些戲會讓你的傻勁更衝勁 - 就是了 - 所以今天這麼好的兩部劇 - 東京愛情故事加上101次求婚的PK - 拿到了雙高分 - 而且呢101次求婚真的要看到結局 - 我說他的結局會突然又衝更高分 - 真的難怪收視率到36點多 - 但是東京愛情故事的結局會讓你翻桌子 - 這種兩種感受我都想要再用 - 應該再把DVD找出來 - 因為他們現在重新都發了DVD了 - 把它找出來好好看一看 - 那小光跟維珍現在就負責 - 再把更多的劇人拿出來複習 - 或者是再看一些新的劇 - 告訴你最近到底有什麼東西 - 值得大家一起來討論跟一起看 - 而且歌曲也很好聽喔 - Say yes - 還有突然發生的愛情故事 - 小光維珍跟你下週見 掰掰 - 掰掰 - 掰掰 - 龍 - 愛하고 - 阿尼 - 阿尼 -阿尼 -阿尼 -阿尼